Hello 大家好 又到此方时间 我是香菜道祖福师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西红柿鸡蛋手套 这是今天的食材 这里番茄三个 我们在菜市场或超市买番茄的时候 尽量选那种 软一点的 因为软一点的 它就已经手套了 如果是那个很硬邦邦的 它就里面没什么汁 这个番茄炒不了 鸡蛋两个 还有一小块 嫩豆腐 以及这个葱花 少许多 下面把它把 这食材切一下 这个番茄把它切成硬 把西红柿已经切好了 现在来把豆腐也切成 差不多大小的一个块 这个番茄鸡蛋 少豆腐的一个食材 然后就准备好了 下面要准备开炒了 鸡蛋炒出来的口感呢 它会更蓬松一点 更软一点 更软一点 放入一盘备用 这个西红柿 把它焯一下水 把它焯一下水 然后再把这个豆腐也焯一下水 它已经用到盖了 裹着鸡蛋 就把它裹起来 以及用倒入一盘 炒到后 它就先把面条 扣熟 昆明 炒 然后加入 加入一半的猪油 加入一些鸡肉 加入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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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的淡淡水 白糖 冬菇烧至入味就可以了 葱花 葱香味炒进去 可以了 剩下的葱花炒进去 今天这道番茄 鸡蛋烧豆腐 看起来蛮不错的颜色 看豆腐有没有入味 豆腐有味道 酸甜可口 豆腐很嫩出味 今天这道菜 说起这道菜还要有一个故事 这道菜其实是 我本人在上 五高中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吃饭 都是那种点菜的形式 一般我们每天 不管是中午 还是晚上放学之后 我在那个饭店吃的一道菜 就是这道菜 点击率都是比较很高的 我也喜欢这道菜 非常香饭 这个拌饭吃非常好 有点酸有点甜的味道 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也就是在这个番茄炒蛋的基础上面 加一点白豆腐就烧 就会烧起来 这个豆腐有味 营养也比较精神 好大家 这是今天这个番茄鸡蛋烧豆的 这个整个一个 这个菜的一个分享 大家如果喜欢香饭 都不知道做菜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它 或者在屏幕下方多多留言和评论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